我認為這次選舉管理委員會推出 這個區議會選舉的活動建議守則的話 其實是嚴重影響得到網絡自由的 是很多網上的電台、電視台的節目 其實那個性質上跟現在我們見得到的主流傳媒 無論是電視台或者是佔用大電波、頻譜那些電台 本質上是很不同的 但如果是用同一個現在選管會希望採用的原則 叫做平等原則去規範在選舉期間 這些網絡電台的節目必須要遵守的話 其實會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我們見到為甚麼主流傳媒 例如好像英國BBC那樣 是要去規管他們製作節目有使用到公帑 他們佔用到的大電波或者頻譜 這些是公共資源 所以是需要公平地去處理不同的候選人 他們可以發言的機會 但如果你是用同一個原則去規管網台的話 問題就來了 因為網台你會見到他們的製作成本是非常之低的 複製是去不同的集數的時候 發放甚至乎是用極低的成本 他們都沒有佔用到大電波和頻譜這類的公眾資源 所以如果同一時間是要把這個平等原則 是去立入規管網台的話 是會嚴重影響得到網絡自由的